你為何沒有參加這個表演 因為今年接觸了健身這個行業 差不多一年 希望讓你一個挑戰 看看能不能上台 想要自己一直都想要的身形 所以上台拿一下經驗 所以就報了命挑戰一下自己 你得到第四名有甚麼感受 我自己都意料之外 因為我自己第一次參加 其實很多事情都經驗不到我 流程上的其實都未去到很熟悉 現在上我今次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功率 所以拿經驗很重要 今次 那麼地戰來的 你做導師有些甚麼秘訣 你講中有甚麼訓練 我猜因為這個運動 我自己圓滿足球的生活 避戰的時候的差距有點大 可能是飲食上 以及心情上 因為可能去到最後一個月 可能很多東西再要調節 很多東西都未必可以吃 變相我覺得 最重要今次拿到的經驗就是 你要堅持 因為很多東西 就是當你覺得很辛苦 或者你真的很想吃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要忍一忍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挺特別的經歷 以及真心很佩服那些職業的健美運動員 其實你現在是全職的健身教練 那為甚麼你要健身教練 我猜是因為我一直都對運動很有興趣 然後其實健身這個行業 其實現在香港很需要健康的運動 那我自己這個目標都不是我把健身帶給任何人 而是把運動帶給不同的人 令到他們身體健康 那在三部隊 連你都自然 你為什麼會有什麼 其實踢了這麼多年 香港隊 其實我自己拿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經驗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踢了不同的國際賽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不過因為可能自己工作上的關係 和自己的傷患問題 其實一直在訓練上 都會保持著腳的受傷 都會繼續 然後自己都要考慮一下 接下來自己工作上的前途 所以在去年我就開始轉了去健身這個行業 但其實我自己都繼續有踢球隊 只是可能香港隊那邊我就沒有踢爛 有沒有什麼人想想想 多謝這個機會 我猜是由我自己 從小到大一直教我的教練 和一班隊友 因為足球是一個team sport 其實沒有他們所有東西都不成事 還有運動其實帶了給我很多 一些健康 甚至自己堅持 拉回我自己去一個政途裡 其實都很重要 還有有一班隊友一起盤成長 其實是開心的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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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